你 差不多了 在那边呢 来 坐 来 坐 哪个是我朋友 你们是给宣服厂送布皮的吧 是 我们现在需要你们配合一下 把工作状拿出来 上去 都好了吗 好了 大佐 我们对所有的文件 都予以了销毁 这些都是秘密进行的 就连军方的内部人员 都不会知道 谨慎先没有坏句 但是也不能太大意了 敌人如果一直找不到 我们的线索 很有可能冒险 从这里着手 我们绝对不能给他们 留下任何线索 现在各处都加强了防范 应该不会出现问题 你别太大意了 你看 这次眼角准战斗 虽然我们做好了准备 但结果呢 因为泰国侵蚀敌人 最后搞得如此被图 关键是我们的实验 没有充分地进行 对武器的功能 研究得不够 这个游击队果然强悍 确实出乎意料 是 停车 扔检 放行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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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 停 来了 您好 单子 二伯有点面声 老刘呢 他怎么没来 老刘家里有事 老板就让我们过来了 我上回跟他来过 您可能不记得了 可能岁数大了 有些事情记不清了 对了 老刘家里出什么事了 好像是说有人生病了 具体要等他回来才知道 估计是他女儿 这丫头身体一直不好 对了 这是哪儿有洗手的地方 那儿就是水房 水房里有椅子 在这儿做工的唯一好作 就是不缺这玩意儿 好 那我洗个手 去吧 快快 洗火洗火 好 快点啊 来 帮忙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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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根珠棍线 应该是通往那边的 应该是云烫西地用水 另外一个 应该是通往另外一个房间的 那边好像是仓库 即便要用水 那边好像是仓库 也只是生活用水 不应该是主管线 一会儿找机会进去看一下 走 走 来 太军 这儿已经检查完了 得换下一个地方 嗯 而且 太简直了 让我再rane 忘了 下布 就 no 怎么办 早 回日 离开 切开 поп Damit 太军 心解开完了 很好 赶紧走吧 你们俩在这儿 在这儿做什么呀 我们这不是来帮忙吗 你们俩跑到这里来 这不是给我添乱吗 我们不知道啊 什么你还以为 长官 误会 误会 长官 他们两个不是我们的公子 是 是来送货的 搜身 是 长官 什么人 撤 可恩 bist 杨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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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师父 兄弟 师父 别说 撤 别说 来 齐天兵 齐大人跟我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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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赶紧想办法突围出去 再晚就来不及了 我当然知道 但是没有应援的话 根本出不去 我们职员队伍在哪儿 距离我们大概一公里 但之前曾经给他们 下达过命令 没有命令不能善利指手 来 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走 我演过 你拖杯出去 不行 你是负责人 我练过 这次是因为我的失误造成的 必须由我来负责 доб mi 大人 还是负责人 出来 花蜡 超越 早 走 走 什么情况 应该是有人帮我们结尾 到底什么人 那他自己会不会有危险 他既然敢帮我们结尾 别人是想好了退路 应该不会有事的 撤吧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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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准备 明昊 好久不见啊 排长 是非的 在后面掩护我们 瞧 你们来得可真几时啊 怎么可能让你 一个人在这儿了 那个胖子 炸弹能不能扔准点以后 以后比这扔得好啊 行车 是非的 可以 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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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请你 请你 好 好 可以 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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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记录了 这是我记录了 请 首先是鲜鱼 知道了 鲜鱼是煮的 鲜鱼是煮的 跟我们想的果然一样 里边没有客人 首先是三木鱼 知道了 还有鲜鱼 还有一个鲜鱼 这里是三木鱼和鱼鱼 还有鲜鱼鱼 还有鲜鱼鱼 笨蛋 我都不想 一会儿我负责这几个好景 你负责后厨那边的人 这是三木鱼鱼 鲜鱼有什么吗 这个就是三木鱼鱼鱼鱼 我们的工作是鲜鱼鱼 我ına吐 Nan 你在哪里 是吧 怎么样 没事 放开 放开 快点 赶快收拾一下 都没事吧 没事 没事 赶快恢复 赶快 赶快 方大 怎么样 都不是好了吗 头儿 全躲了 你们两个负责掩护 水位 走 好 班长 坐 不要 正有警戒 说明入口就在附近 我们仔细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蕾 刺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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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子慕呢 他和沈飞去后面了 让我们随时待命 好 去后面拿点吃的 子慕和沈飞 已经到后面去确认了 一旦确认这是 日本人的实验室的话 我们就到后面去 让我 好 瞧瞧 早安 旦旦 是 请点赞 是 刺激人 是 请 好了 好了 我们的 真的 好 好 舅舅 不能使用这里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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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我听不懂你说什么 你什么人 你什么人 Foreign 人 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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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你怎么这么说 这大人是中国人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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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她是以前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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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 你怎么知道日本语 你怎么做了 你呢 你呢 这人是我的朋友 不好意思 我给你带来 不好意思 我坐下 幸亏你来得及时 要不然还真出问题了 下回可得小心点 潮雪找到了吗 跟我来 走 好 大佐哥行 科长 献兵堆的人 已将军服加工厂的周边 进行了封锁和包围 特高开的人 只能赶来的途中 田舍局 部署已经完成 这下你可以放心了 大佐 是否通知让军服场的部队 提前做好准备 那里的部队 如果有去行动 那势必会让他们看出多你 今天晚上 无论付出多大代价 一定要消灭这些敌人 是 准备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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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人 它是 不错 走 走 赶快布置 好 有什么发现吗 具体的结果 还要回去化验分析以后 才能知道 不过初步判断 这儿应该不是 敌人合成毒气的地方 如果我猜测得没错的话 这儿应该是 对化学物质 进行提纯的地方 合成的毒气浓度越高 它的杀伤力就越大 如果对这儿 进行爆破的话 会不会伤害到周边的百姓 不会 还有质迹还没有合成 所以不会造成伤害 那就好 班长 把爆破时间 设置在十分钟之后 保证分别不差 快 动作要快 我们要抓紧时间撤离 嗯 我们就在它 这儿滩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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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事 上 白队 追 敌人已经全部地帮流出来 我想李彦军这个时候 你可以下命令了 走 老孙 发生什么事了 不清楚啊 刚才一队日本兵跑过去了 那会儿墙还没响 估计也是去合围的 糟了 是上海站的人 袭击了日本的服装加工厂 你怎么知道 下午的时候 唐顺芝来医院找过我 告诉我这个消息 可是情况紧急 我还没来得及 向上警汇报呢 他们应该是遭到 日军的袭击 不行 我们得想办法把他们营救出来 毕竟是一起抗击日后的战友 我们不能见死不救 不过 以我们现在的实力 不能给他们应聘 一会儿车爆炸了 应该会吸引一部分的日军兵力 我们趁着个缺口 把他们营救出来 你们两个留在这儿 其他人跟我来 这个 老孙你先拿着 好 好 好 厉害俊 你看 敌人已经进入了 我们十指号的陷阱里 现在 只是实距离的问题了 田中俊 我可不想错过 这样一场精彩的战斗 咱们就在这儿 看看他们死的 有多么的惨烈 撤 大海 是 是 等一下 是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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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kk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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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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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现在很危险 得赶紧去帮忙 不行 敌人在附近 很可能有预备队 我们现在冲过去 就有可能陷入包围 二生 一爆炸还要多久 距离爆炸还要不到两分钟 我们等居酒屋爆炸了 再进行营救行动 这样的话 可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 陈飞 一会儿你负责 捣毁敌人的照明镜 好 其他人 准备通围 是 看来敌人早就知道了 我带人杀出去 掩护你撤退 一定要查清楚 到底是谁泄露了我们的情报 你们都清楚 现在的情况根本没有办法突围出去 就算我们死在这儿也不能便宜了他们 打啊 打啊 小子军 是 命令预备部队全力进阁 结束这场战斗吧 三 二 一 大佐 爆炸的方向是 我记得 这场战斗就交给你指挥 我带预备部队先去看看 即使没有预备队进宫 他们也坚持不了太长时间 素贝 领解行动 是 行动 打 2 我不方便和他们见面 他们突围出来以后 你可以和他们逃 好 你小心 快 胖子 炸死他们 来吃爷爷一炮 不死了 走 走 靖云 你怎么来了 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 快跟我走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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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击 追击 追 快 猴子 加油 快 快 快 换下 可战 这群混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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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 裂号的部队出发了没有 离元科长亲自带队 正在来这里的路上 好 那现在可以释放右岸 捡对敌人进攻的信息 我这就去安排 组长 是否按原计划行事 再等等 队长 看来这里 确实是日军进行化学实验的地方 快点 是 快点 行动取消 什么 行动取消 执行命令 是 跟我走 是 撤 小泽君 看来敌人已经有所察觉 命令部队 马上发起进攻 是 是 跟我走 撤 来 都是飞的信号 尔上 把加油给我 你去找出口 你看 迪雷的援军到了 命令特战队 全力解构 你们怎么过来了 李子布 识破了敌人的阴谋 别担心 我带你们撤离 我们已经被敌人包围了 我们过来也无法突围出去 只能白白送死 队长 找到了 撤 撤 小心 你没事吧 没事 走 燕军 你来得太及时了 这次 我们一定会消灭 所有的敌人 赤军 前去看一下 是 小子 跟上 你来得太及时了 你赤军 给我仔细搜 被安装了爆炸周知 除了发现梁军寻舍之外 并没有发现其他人的踪迹 敌人肯定是借助爆炸的延后 从排水管到车里 实验队长 马上带领你的人继续追击 是 所有车人跟我走 是 走 跟上 离后 快找 快 快 让大家上车 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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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炸车 快 快 走 都隐藏好 别被发现 干什么的 我看过了 报告太军 我们刚才发现了几名可疑的人员 这要对他们进行检查的时候 他们对我们开了一枪 然后向釀绝场跑过来了 可是我们并没有发现什么人 他们可能翻墙进入釀绝场了 我们想进去查看一下 你们不准进去 我们自己会检查 我如果建设进来 你会izar 木杂 这是 我听过了 但我真餵 你们是行刺了 不凧 走 放开吧 放开吧 这是通往九下 唯一的通道 你们生命好 你们俩掩护 上 什么人 不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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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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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佐 酿酒厂遭到敌人的袭击 命令酿酒厂的部队 不要决击敌人 全力保护酿酒厂的安全 命令十野的特展队 全力持继 一定要消灭敌人 我马上带领部队 才去增援 是 属下明白 田中军 我带领我的部下 和你一起消灭这伙敌人 好吧 等下 红尔 对 不 未来 簡易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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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退 驾 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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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 是 资源 资源 二十四美好 你们赶紧去布置 是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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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离租界已经不远了 人多容易引起别人怀疑 我们就在这儿分开吧 好 那我们明天再会合 在渔苑路见吧 那儿有些资料 也许能用得上 好 撤吧 走吧 这一让下来啊 上海战则腾顺之一下 对你都是钦佩有加呀 钦佩什么呀 这都有赖于大家配合得好 要我说啊 配合得最好的就是日本人 一直按照我们计划的行动 李老板 你以前可不这样 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谦虚了呀 可惜啊 那个林队长没听见 要不然会对我们的李老板更加青睐啊 用道理就知道贫嘴 我发现一个特别严肃的问题 什么问题 你们是不是都特别爱穿这身衣服啊 不舒服啊 不爱穿还不赶紧回去 赶紧脱下来吧 难受死我了 好好好 好好好 西野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明明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为什么会一败特地 报告到左阁下 敌人占据了有力敌行 与我们进行对峙 我本来想等到增原部队到达之后 才对他们发起进攻 没想到 他们却从我们的背后 对我进行突袭 背后突袭 难道你们都是瞎子 没有看到敌人从后边过来吗 他们身处警察制服 烧兵以外是前来增原的部队 没想到竟然是敌人 李远军 这件事情一定要调查清楚 如果警察中有敌人存在 他们对我们的危险是不容低估的 我知道了 我现在就会去详细地调查清楚 我先告辞了 你的部队为什么毫无修复 大左阁下 敌人在路上设置了雷区 我们只能绕道而行 当我们赶到时 敌人已经逃脱了 所有窗户都被封死了 从外面根本看不到里面 当然是唯一的路口 可是日军的岗哨在那里 我们没有办法过去 何况日本的岗哨 布置大门口的两个士兵 一定还有其他岗哨 这样看来 这样看来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我觉得 这很有可能是田中西医射得全套 你们两个干什么呢 我们刚谢完货在这歇会儿 你们哪个车见的 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们 我们是断崖车间的 刚来不久 跟你没照过面 你这谎话说得也太不巧妙了 我就是断崖车间的工长 车间来新人我怎么不知道 说吧 你们到底什么人 我们 我们是来对付日本人的 你打算怎么办呀 别动 老爷 别动 你们赶快跟我走 不 如果日本人发现 你们把合格的产品 到废料堆里 产生怀疑你们就麻烦了 别犹豫了 咱们就来不及了 别说话呀 否则第一个死的就是你 你们怎么回事 怎么把货卸在这儿了 我们马上就给他走 来 快 走 大哥 谢谢你帮了我们 跟我你就甭客气了 你俩胆也太大了 大白天就跑厂里边干什么呢 晚上更危险 白天反而有机会 日本人警惕性没那么强 你们来厂里边到底干什么呀 前两天 日本人在车间门口 枪杀了一个中国人 我们要查清楚 他们在车间里到底做什么 日本人也太卑鄙了 那小刘不过在车间门口停留了一会儿 就会枪杀了 事后呢 我一直在观察那个车间 跟其他车间没什么两样啊 也在制造一些什么器具 没什么太特别的地方 没那么简单 如果仅仅是这样 日本人不会加强对工厂的防守 更不会杀害只是在工厂停留的工人 大哥 你见过他们加工的器具吗 这个倒没有 给车间干活的都是日本人 这个加工好的器具呢 他们已经装心拉走了 即使有报废件呢 他们也是自己亲自撬回 有没有办法 让我们到车间里去查看一下 办法 办法有一个 不过太危险了 大哥 你不用考虑这个 我们既然来了 就不怕危险 你说吧 什么方法 管道 各个车间的管道都是相通的 我们可以利用这些管道 运动到车间的上方 从上边观察下面车间的情况 沈飞 你觉得怎么样 既然来了就查到底 好 小泽君 通知中川经营没有 已经通知了 不过为了他的安全 特地让石野军 带领几名特战队 护送他过来 好的 一定要保护好他的安全 属下有些不明白 为什么一定要让中川军 来到断崖车间呢 我们加更好的车间呢 还没有达到中川经营的要求 所以我要他坚持过来 交到问题出现在哪里 如果这个难题能解决的话 对于我们来说 是一个重大的计划 怎么办 好 你再找到 legg 小声 常常特異 泰军 泰军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些管道年久失修 排放的蒸汽泄漏了 你们赶紧把它收好 让马上想办法 快 过去抢 来了 看来这里是日军的一处普通工厂 跟风影机关未必有联系 如果只是日军的普通加工厂 他们为什么这么神秘 或许你说得对 他们就是要做一个圈套 吸引我们过来的 或许吧 依我看 虽然我们也没有必要 再继续探究下去了 是天忠新一的车队 你能确定吗 我跟踪他很多次了 不会有错的 既然他们来这儿了 那这个加工车间 跟风影计划肯定有关系 再看看 车圈到了没有 还没有 应该很快就到 那你在这里等他吧 他到了以后 立刻带到车间里面去 是 地区 没有 在那边 那边 就在那边 就在那边 他还没人 在那边 生里面 小 是 还真是他 早知道他会出现在这儿的话 我就应该把狙击枪 带在身边 我一敲我 崩了他 或许这是老天爷 赐给我们的一次机会 但是我身上只带着手枪 用手枪很难一次击中要害 而且我们只有一次机会 如果错过今天 今后很难再有这样的机会 可这儿只有我们两个人 干不干 干 这次加工的精度比较好掉了 肯定会满足中船军的要求 大佐阁下 因为我们目前的车床和材料 这已经是最高极限 如果还不能满足你的需要 那恐怕只能飞到 日本本土进行加工 后 started 就是 大佐 重船军到了 大佐 高山 重船军 这是我们加工好的探场量品 看看师傅 符合你的要求 是 等一下 无论撑也不撑 全部子弹打完马上撑 非常好 叶弧 住船军 住船军 把尸弹 敌日火力太猛了 我养活你先走 你说什么呢 要走 一起走 走 永远君 永远 永远君 永远君 攻击战士 全都退 他们的组织来 是 上 他们 全都退出 组织来 组织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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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传播 警察警察 警察警察 走 走 是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沈飞 这样的摘药还有吗 这是安生制作的样本 只有这一个 我弹药也不多了 我也是 你先走 我掩护 这种情况 咱俩谁也走不了 师爷 大队阁下 敌人已经快要伤心战断力了 敌人部队正式发起进攻 别忘了 尽量抓好口 是 小队阁阁 别闹 三队全都死了 都还咱们不听 老师 岳兄 你 这几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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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这几千 走 我不能坐以待毙 现在冲出去或许还有机会 好 我数到三 咱们一块冲出去 好 一 二 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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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沈妃 怎么样 死不了 小心 走 走 赶紧把将军滚 是 我们来三里 自驾驭 是 唐顺迟 唐顺迟 你们挑衔吧 你们已经没有套路了 随 唐顺迟 你我都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 是不可能两个人同时都出去的 你必须要活着出去 把这里的事情 告诉子慕他们 走啊 走啊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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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耀青六七医院里面 最好的医生过来 我也得活着 来 你的伙伴呢 伙伴呢 封板 什么 封板 赶快封板 快 快 我一听见枪声 就赶快跑过来接应你们 日本人马上就要过来了 他们一过来 就要把这个地方包围起来 进行搜索 快 跟我从这儿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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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 来 宋本军请留步 令员客长随我进去 小泽君 接听小泽君的安排吧 是 小泽君 田征大佐找我来说是有钥匙相杀 你怎么把我带到这里来了 令员客长 这才是封影计划的核心所在 直到如今大佐阁下认为 没有必要再想你隐瞒任何的秘密了 再想你隐瞒任何的秘密了 你怎么把我带到这里来了 封影计划的所在 封影计划的所在 恶心设事 竟然在周军自立部的旁边 让我感到很意外啊 其实只有在这个地方 才是最安全的 您不知道的是 在上海的驻军进驻上海之前 我们就已经开始对封影计划 进行了部署 原来如此 请吧 把门打开 把门打开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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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身体情况怎么样 子弹已经都取出来了 腹部的伤势比较严重 需要长时间的治疗和观察 我关心的是 她什么时候能够恢复意识 还有 她的身体情况 能不能接受神讯 她虽然受了重伤 但提格比一般人强壮很多 应该很快就会清醒过来 至于询问 只要不是郭仲的刑罚 应该都没有问题的 好的 进阁了 是 大佐 立员客长到了 正在外面等候 逃回来了 我去开门 你 你在这儿别动啊 你小子干什么 吼什么呢 发生什么事了 沈飞呢 他怎么没在 班长 沈飞 沈飞他生死不明 什么意思 把话说清楚 你问他 他带沈飞去行动 敌人来了 自己跑了 怎么 把沈飞带到囊了 发生什么事了 我约沈飞到孙记断崖厂 查看情况 结果遇到前来视察的 天中心意 即便遇到天中心意 以你和沈飞的身手 完全可以全身而退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俩都认为 这是难得一遇的好机会 就果断对天中心意 采取了自杀行动 结果 结果你出来了 去把沈飞丢给了敌人 是吗 李子弓 你不要这样 他也是迫不得已 迫不得已 子牧 唐顺之或许有其他缺点 但他绝对不是个 贪生怕死的人 你先冷静下来 等他把话说完了 你再做决定 我没法冷静 你让我怎么冷静 再等下去 沈飞很可能会命丧敌人之手 安生宋明浩 到 准备战斗 无论生死 一定要把沈飞 从敌人手里抢回来 是 好 如果你决定这么做 那我们陪你一起 好 要死一起死 我也去 这是我们的事情 跟你们没关系 前几天说联合作战的也是你 怎么 不认账了吗 既然如此 我不反对 好 既然是联合行动 那你总要告诉我 行动的地点 行动的目的 还有敌人的兵力部署吧 这些都不重要 你给我站住 这些都很重要 李子墨 如果你这样贸然行动的话 不仅救不了沈飞 还会让所有的同志都陷入险境 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困难和挫折 好不容易接近了风影计划的核心 眼看就要成功了 你要因为你的莽撞 让所有的努力都毁于一旦吗 再说了 为了破坏敌人的阴谋 我们已经牺牲了很多的同志 你这样做 只会让那些同志白白地牺牲 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 可是不能因为你的一时冲动 而破坏了我们整个行动 如果可以营救沈飞 我们当然义不容辞 可现在的问题是 我们都不知道沈飞的下落 我们怎么救她呀 不能因为你盲目的行动 而破坏了整个计划 不过了 派长 怎么办 暂时取消行动 全力寻找沈飞的下落 唐顺之 我需要你告诉我 行动的所有细节 神非救过我的命 我愧对她 我不想听这件废话 告诉我行动的所有细节 这里之前 曾经是国民政府的地下防御工事 一九三二年的时候 周边的建筑被我们炸毁后 就彻底地放弃了 国民政府的很多资料都被损毁了 这里的资料 也被毁于一把大火之中 相信那把大火 并不只是一场意外 那么简单吧 在进攻上海之前 我安排人员做的手脚 戏风战乱 没人会在意这些 请上公关大理 保存有完整的市政府质量 在我们的部队建筑上海之后 募集利用周边建筑 重新介绍的时候 构建了这个实验室 经过数次的改造 才有了今天这个规模 田中局果然是有远见 那么早就开始进行布局 布局我有远见 而西大本营的一些建议 目光太过短绝 你要明白 实际上在一九三五年的时候开始 就停止了新式化学武器的研究工作 他们认为我们现有的武器 可以应付我们苏面里的赞助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们拥有的武器 原来是我们之前研制过的 化学武器 跟德国以及西方国家的差距 越来越远 我曾经提出过向德国 请求技术支援 但是 高层告诉我 德国拒绝我们的请求 虽然我们是同盟国 但是他们并不希望我们得到 现今的化学武器技术 所以田中局才立退凤野计划 来研发新的化学武器 凭我们目前的技术 无论是从进攻还是防护方面 还不足以发动一场 现代化规模的毒气战 所以 我要利用上海这个得天赌后的条件 在这里完成西武器的研发工程 就这里 我们可以买到很多 先进的技术和材料 更关键的是 我们可以通过间谍 能够拿到西方国家研发的 化学武器的资料 如果不是因为这些条件 那么 我怎么会把研发地点 选择在上海这个地方呢 那么田中局找我来 不仅仅是为了对我说这些吧 当然不是 我希望英明的丽元军 能够明白 凤野计划对帝国 政府中国 以及世界的重要性 希望能够得到丽元军的权利支持 不要像川岛将军和那些老派一样 都是对华武部队吹有偏见 以至于总是对我心存见地 吹出这种 川岛将军的想法确实有些落伍 但是我也听说 大本营高层对使用化学武器 持谨慎的态度 也是出于 担心遭到西方国家的包袱 毕竟如你所说 我们的化学武器 还是落后于他们的 可是现在中国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 至少在征服中国的这场战争中 化学武器 如果能够大规模使用的话 我们可以大大的辞转 这是战争的今天 田中君 我同意你的说法 请放心 我一定会全力以赴支持 你的封印计划 不过 我现在能为你做些什么呢 这个人是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这个人是藏在那核暗处敌人的骨干 今天在断崖场上要刺杀我的时候 被我们俘获了 我想请李远军 帮我交开这个人的嘴巴 挖出墙载那些暗处的敌人 解除我的幸福之魂 以沈飞的性格 他绝对不会做日本人的俘虏的 说不定他现在已经 剩你乌鸦嘴 他不可能牺牲他 人家有办法救他出来 如果不是你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肯定不会抛下他一个人的 我不是为我自己解释 等时那种情况 我根本就无法救出沈飞 而且要把孙记断崖场的情报 带给你们 我只能选择撤离 换做是我 我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但即使是这样 我也不会原谅你 因为你在行动前 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人 如果有撤退方案 就不会造成这样的局面 是 刚才他已经说了 他本意只是过去侦查 没想到会碰上天中信仪 虽然形势鲁莽了一些 但是 那也是跟沈飞商议之后 才做的决定 沈飞现在不在这 现在只有他一个人在说 当时发生什么谁都不知道 就是 他说沈飞是为了让他出去 递送情报才让他先走的 谁知道 他是不是因为自己害怕 逃跑了 行了 都别说了 这次 通过他们勘察断崖场的情况来看 我觉得田中信仪 应该是在研制一种 新的毒气容器 之前所有的毒气弹 都是用玻璃或者陶瓷 来作为炮弹内弹 也就是 盛放毒气的容器 但是呢 玻璃和陶瓷都是易碎品 在运输的过程中 很容易发生意外 所以我觉得 田中信仪应该是想用 合成金属来制作容器 这样的话 就可以解决 运输和田庄的难题 那以你的经验 他成功了没有 据我所知 德国和西方国家 都还没有这样的技术 田中信仪应该是没有完成 不过 田中信仪的野心 不可小看 你们有没有想过 万一沈飞供出我们的线索 该怎么办 你瞎说什么呢 沈飞不会出卖我们的 李子墓 我拜托你理智一点 面对酷刑 我相信沈飞一定撑得住 可是日本人的审讯手段 你们也是清楚的 他们有药物 我相信田中信仪 一定会用药物 逼迫沈飞就范 我们确实要做好应对的措施 子墓 我们确实要做好应对的措施 好 你没听过 有些帅 你爱上山香人是吗 这些人在大小的 你记得警告 一路 Soul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球的人不是我 而是你 这里是什么地方 这里就是你们一直苦苦寻找的风影计划的核心 我之所以把你带过来 就是希望能让你明白 凭你们的能力 这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 是吗 我认为不是这样吧 如果你有足够的自信 你怎么可能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来治疗或询问呢 我想是不是除此之外 在上海你们找不到一个 可以让你们完全信任的地方 挺着急 没必要和他辩论下去了 开始审讯工作吧 我本来想就了解一下我面前的这位朋友 但是看来真的没有必要了 的确没有必要 因为你一旦了解了你对面的这个敌人 你就会无比后悔 当初来到中国的这个决定 混蛋 这就对了 这才是你们本来的样子吗 干吗从一开始就装出一副非常善良的样子呢 让人看着那么不舒服 很恶心 李二姐 他已经是僵属之人了 不用跟他一般见识 开始审讯吧 是 可以了 好 还是 了 沒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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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没有 怎么样 是不是感觉很痛苦 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你再不招人的话 我会把这种痛苦延长 很长很长时间 你们中国古代有种刑法叫寡刑 需要高超的手法才能完成 而我的这个方法既简单又实用 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可以 帮我擦擦脸上的汗 我流了太多的汗 汗水流进眼睛里 特别不舒服 李悦俊 走一走 沈飞先生 我对你的行为很是佩服 咱俩就不用客气了 实话跟你们说 如果我之所以能坚持下来 是因为我想活下去 为了活下去 你这样的说法 我倒是第一次听到 那是你不够了解我呀 如果我承受不住你们的药物或审问 把你们想知道的情报告诉你们 那么我 对你们来说就没有任何的价值 也就失去了活下去的机会 到那个时候 我不但会丢了自己的性命 还会落下一个叛徒的妈咪 就因为这个 我必须要坚持下去 只有坚持下去 才能有机会跟你们谈判 才能有活下去的机会 是 你果然是个很聪明的人 但是你忘了你这接下酒的身份 你根本没有资格跟我们谈判 是吗 难道你们就不想知道 我们对枫营计划 到底了解了多少万 你们不想知道 我们接下来的计划安排 到底是什么样子吗 如果 你们对自己的防护完全有信心 你们也不会这么费心地 救我和审问我了 我说得对不对 也对 这也是你存在的价值 那 你的第一个条件是什么 又误会我的意思了 我想要的 是跟你们公平地谈判 而不是朝宫 你想得太多了 我们根本不可能同一个殿下求谈判 告诉我们你的条件 也许我们会考虑考虑 是你想得太多了 如果 在我的生命安全 得不到任何保障的时候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说了是死 不说 还有一丝活下去的机会 如果是你坐在这儿 你会怎么选 是 我来帮你选择 也好 这样 可以减少我的痛苦 好 好 说说你的条件吧 田冲军 这个人的权责并不重要 但我们需要他的情报 不妨给他一个 活下去的机会吧 首先 我们得公平地坐下来 现在的环境 没有办法进行任何的谈划 你把核心实验室 设置在了底下 果然是一场妙计 我们找了那么久 原来一直在封养计划的 外围打转 你们已经破坏了 我的好几处实验室 别等我不得不全身收拢 有一件事情我很感兴趣 你们的情报是 从哪里得来的 我们没有任何的情报 我们是根据你留下的线索 逐步逐步排查到那些地方的 如果没有人指引 仅凭你们外围的调查 哪不可能找到我在外围的实验室 如果有人帮忙 我们岂不是早就找到了 你的核心实验室 怎么可能在外围 花费那么大的财力和物力 那个地方连我都不知道 你们的情报人员再厉害 也不可能知道那个地方 原来是这么回事 李远君 别给他探索任何的消息 别给他探索任何的消息 连一个茶杯都端不起来了 连一个茶杯都端不起来了 我想我以后 再也没有机会摸我的聚集枪了 你放心吧 只要你把我们需要的情报说出来 那么你就可以过上无忧无虑 复旧的生活 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相信你们不会出尔反尔 毕竟你们日本人的名声不是很好 可以说是臭名昭著 你竟然该容论我们 我说的是事实 你们在攻打南京的时候 曾经承诺过不会残害贫民百姓 可你们后来做了什么 多少百姓被你们杀害 多少妇女被你们糟蹋 你们的做法和禽兽有什么良样 这些 有现在的你我无关 你想得到什么样的保证 好 首先 我们的交易 要在双方都信任的场所进行 地点我已经替你们选好了 德国领事馆 德国是你们的同盟国 而我的生命安全 只有在领事馆里才能得到保证 不可能 我们不可能向德国领事提出这样的要求 那我们的交易就没有办法进行下去了 除非你们还能再提供一个我们都信任的场所 看起来 你根本没有什么诚意 你为什么这么说 你一开始说这句话 还让我真的相信 你是为了求生而做出这样的决动 但是现在你说的这些要求 其实根本就是为了拖延时间 我 这所以还要耐心跟你谈下去 是因为我没有搞明白你拖延时间的原因 即便如此 我还尽备你的勇气还有毅力 只要你答应跟我们合作 这样的话 我还可以保持你的安全 如果愿意的话 立院科长 我给你提供一份职务 在特高科里面认知 可是很多中国人很美酒的事情 你说的那些人 是我们中国人的败类 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 怎么可能接受一个正在侵略 自己国家敌人的尸首 这样的人即便是活着 也不过就是一具形式走肉罢了 你没有资格这样说 你不是也为了活命 在这儿跟我们谈判吗 我当然有资格 因为从我醒来的那一刻起 我就没有想着活着离开这里 那你说 你一直拖延时间 是为了什么 别着急 你马上就会知道的 你来 我想着急 你去吧 那去吧 哪去吧 我去吧 驾 你们在这儿耍着 我出去办点事 放心吧 队长 维持个秩序 这算什么事 绕一下 这么做到底有什么意义 难道你以为敌人会因为一具尸体 来对我们冒险进攻吗 不可能 我相信我们的敌人不会那么愚蠢的 但是我希望这样做 能够激发他们心中的怒火 可以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到复求上面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转移他们的视线 恐启打乱他们的部署 田征郡可是这么做 对你的安全会产生极大的危险 我不同意你这种做法 你放心吧 我们的特战队 会始终在我的身边保护我的安全 如果他们还要对我进行袭击的话 那是自寻思路 好吧 既然你已经做出了安排 我就不多说什么了 如果需要特高科的帮助 请随时通知我 好 太不人道了 太不人道了 心狠熟了 是什么道理 还可事的 没人性 还是我们老百姓道理 可不是 世道太乱了 你怎么又过来了 子牧让你跟我一起过去 有事商量 行吧 现在怎么样了 你是没有什么想èse 你 你是好想帮我 坏了 我看见什么 我觉得我这肯定 不许太乱了 你不许太乱了 如果还你写你 我认为他是安全的 幸亏我们及时赶到 要不然 他早就冲过去了 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你们见了他就知道了 他让我在这儿等你们 有事情要和你们商量 他怎么带着 李子牧信任他 他让我们一起过去 你们跟我一起走吧 来 现在你跟我说说 你们接下来 到底有什么计划 田中信一这么做 既是为了向我们示威 也是想借此 打乱我们的阵脚 转移我们的注意力 既然你都明白 他们是有图谋的 那你为什么 还要着急行动啊 正是因为明白 所以更加要进行行动 要不然的话 沈飞岂不是白白牺牲了 你跟我说具体一点 我们要做的 就是让田中信一 相信我们已经乱了阵脚 从而放松对我们的警惕 沈飞我了解 他在被敌人重重包围之下 并没有选择和敌人同归于尽 而是选择被敌人俘虏 这其中 必定有他的用意 薛海风同志 请你相信我 虽然我很伤心 但是我是绝对清醒的 我从未忘记过自己的使命 请你支持我的决定 好 不过 我支持你 不过 一定要注意安全 是 日军将大部分兵力 集中在门口 场区内的力量必定活络 你们就趁机进入到场区内 在日军车间安放炸药 将其彻底随坏 来 是 把我看起来 来 车间内发生爆炸后 门口的日群 必定会返回支援 我和凌霜 会趁机带人发动袭击 严小丽只会警察 退到场区内 徐寒风同志和老孙 你们借助机会 把沈飞同志带走 之前我还很担心 没想到你这么快 就恢复了正常 恢复 沈飞对我而言 不仅是战友 还是兄弟 是可以将性命托付 给对方的那种 她的牺牲 我这辈子都无法释怀 怎么着 按照计划行事 你们掩护 我们撤 我们打 决定正业 快 开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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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撤 弟兄们 给我守着大门 散开 干嘛 很好 准处 很可怕 没有 要 快走 撤 队长 他们就走了 你去给我救回来 你去 不不不 去接给他们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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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 这里面打得这么激烈 咱们要不要进去支援 你少跟我废话 好好在那待着 来 排长 距离爆炸还有多久 三分钟 任命号去那边布置 是 三二人 就地展开反尽 把敌人逼到车将附近 来 撤 快走 让开 让开 队长 还是您英明啊 要是就这么进去了 兄弟们肯定死伤惨重 废话 你要聪明 你就坐我的位置了 是 那咱们下面怎么办 是 全体听好了 全力支援皇军 是 是 真心 没有想到 对方竟然敢再白点 发动这样规模的进攻 确实让人很是意外 按照他们攻击的规模来看 对方应该是动用了全部的力量 好 看来田中军 对敌人发动的这次攻击 并不在意 因为这本来就是围要的结果嘛 我早就料到他们会有所行动 所以 我提前让小泽君 暗中进行布置 但是没有想到 敌人这么快就采取行动了 是啊 如果我们能够提前安排的话 说不定能够一举消灭敌人 但是 敌人为了抢一具尸体 发动了如此规模的袭击 还真是有些出乎我的意外啊 他们炸火里面带车间 在我看来 无非是想发现凶众的怒火 他们总是 究竟不予打给我们袭击 情况确实如你所说 所有战领区将领 都面临这样的困难 不过我们收到了情报 共产党方面有一个叫做 江湖的情报员潜伏在上海 情报写之 这个人申去药职 搜集了我们许多重要的情报 图匪院将军有求我们 尽快查明此事 偶 Strong 还准备